女儿给手表涂上发光颜料 为了保持笔尖锐利 她们还时不时放入嘴里作一下 看起来挺正常的事情 却有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在工作数月后 姑娘们很快就得了重病 什么皮肤溃烂 关节疼痛 长肿瘤的都有 这些冒着绿光的东西 正是雷衰变所产生的辐射 她们在黑暗中发光 仿佛拥有源源不断的能量 1898年 居里夫妇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雷 经过三年研究 才从数顿内经残渣中 分离出了0.1克雷 从而成功测量出雷的原子量 很快 人们便发现 雷所释放的α射线 能够杀死癌细胞 消息一出 雷元素直接被推向神态 各种雷人产品相继诞生 雷香烟 雷保健品 雷矿泉水 雷化妆品 等等层出不穷 原本雷在体外衰变产生的α射线 穿透力不足 几乎没什么伤害 可进入人体就完全不同了 它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 因为刷死健康细胞或者使其癌变 不少人因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直到夜光表场雷姑娘事件的爆发 才揭露了雷的真正面目 并停止雷元素广泛的运用 罚那些不良商家 为了营销学统 偷工减料 根本没有雷 都让很多人逃过一劫